北韓領導人金正恩13號 在踏出裝甲綠皮專車 抵達俄羅斯的東方太空發射場火車站 俄羅斯總統普欽 親自到場迎接 並與金正恩握手長達40秒鐘 之後普欽近地主之宜 帶著金正恩參觀發射場中心 暗示可以幫北韓打造衛星 金正恩之後在訪科部簽名時 他的妹妹金宇正也現身 其實金正恩專列前一天 抵達哈桑時 已接受過一次盛大的歡迎 但列車最後繼續往前 朝東方太空發射場前進 算一算金正恩10號出發至今 奔波將近四天才終於看到普欽 13號的領袖會談上 兩人再次握手約五秒鐘 跟媒體拍攝 金正恩還對普欽說出這句話 那些派國民的勢力 所以自己的權力和安全利益 會這樣說也不意外 因為金正恩此行就是要來賣武器 配同參訪成員中 包含北韓軍方第一第二把手 李秉哲和蒲正天 以及主管偵查衛星事務的 宇宙科學委員會蒲太成 另外牽涉潛艦事務的海軍司令 也有隨行 北韓和俄羅斯各取所需 但大陸可能不希望北韓軍事實力增強 另一邊日本則繼續感受威脅 北韓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55分 再朝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飛彈 兩枚飛彈最後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之外 至於型號飛行距離 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點新聞中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